對大商家的利益會構成影響 我們要求回購領培 將所有領培佔領的商場 我們用公帑買回來 跟著好像舊時一樣 回復舊官 大家可以在商場裡面 賣便宜的東西 你可以在這裡更便宜的租 來做生意 只要我們拿不夠錢下來 買回來就行了 一定不能通過 一定不能通過這些法案 所以大家要醒 5月16日 這個公民投票 是為我們的尊嚴 為公義 為平等去投這張票 投了 未必即時有用 但是會對政府構成很大的壓力 我們辭職 再參加普選 有些人說浪費公圖 有些人說我們 有些人說我們違憲違法 我都不知道違哪條憲 違哪條法 是不是 我辭了一份工作 跟著我再去參加選舉 我犯哪條法呢 如果犯法拉我呢 為甚麼政府要辦理補選呢 是不是 辭職再選 他就一個單一的議題 交給選民去做決定 這個在歷史上 是屢見不鮮 我現在告訴大家 反恐法 因為英國政府通過一條反恐法 是對付恐怖分子 但是這條反恐法裏面的相關條文 有些是妨害人權的 因為這個議員 為了抗議這條法律 他辭職 跟著在選區裏面 他再參加選舉 然後那個議題 就要修改這個反恐法 結果他拿到七十幾六百分的選票 回到議會 這條反恐法就修改了 這些就叫做辭職再選 我現在告訴你 香港的政客 又不讀書 是不是 他又不知歷史 人說他又說 阿爺吹雞 何不難都跪低 是不是 當初我們說要辭職補選 在葉國謙出來問我 立法會 民建聯 立法會黨團的召集人 民建聯的副主席 葉國謙出來問我 若文你老老實實告訴我 你立真還是立假 你真辭還是假辭 我說我一定辭 如果民主黨不參與 五區公投 我都辭 公民黨不參與 社民連三次都一直辭職 他說你立真的 我說是 你一定要老老實實告訴我 你不要點我 因為我要派人跟你爭你的位子 我們要部署 你做一點點告訴我 你是辭職 我們真人不講假話 我很老實告訴他 葉國謙 我們百分之是千會辭職 你準備找人妥選吧 摩拳拆掌 聽到我們說要辭職再補選 大哥 他已經有三十七個議席 法文主席 就是二十三個 你五條謀 你遲了 就算是搶你一兩個位 他都有數 對不對 我們五個就算選進去 都等於沒有贏 對不對 從席位來說 你原本就有這個位 當然是遲了再選 但是他搶你一個位子 就是一個位子 對不對 摩拳拆掌 這個田氏兄弟 田北辰還要選新解析 認為陳偉宜一定不夠齊 印了十幾萬份彈將在這裏排 結果一月份港澳辦發表一個聲明 中央電視台全國聯播 講了六分鐘 批評我們這個五區公投 是挑戰基本法 OK 跟著阿爺吹雞 所有這群傢伙 全部都跪在那裏 沒有過去選 第一個走出來說不選的自由黨 他們說起義解放 那還得了嗎 我們不會陪他瘋 那你幫我說起義 大哥 這本書都有 起義就起義 有軍隊給你 對不對 是不是 我說解放 解放 他們是共產黨國的 是不是 解放是一個很正面的名詞 解放思想 是不是 解除我們的束縛 有什麼問題 是啊 聽到起義和解放賴尿 這個又說不選 那個又說不選 接著說我罵劇 大哥 罵劇得過你 初創磨拳賊長 現在是爹吹雞 你全部跪下 你不是告訴別人 你是共產黨的奴才 只是奴才而已 對不對 當年 民建聯的政綱 黨綱 寫明 零七零八雙普選 自由黨的政綱 又是零七零八雙普選 零四年 人大釋法 否定了零七零八雙普選 接著他們就改正綱 變成零一二雙普選 零七年 人大做了個決定 否決了零一二雙普選 現在他們說零七 接著零四七都行 我們現在做這些事 未必有用 但怎樣都好 民主黨他們搞那個 終極投共大聯盟 你說要跟爺爺談 到現在爺爺都沒有人跟你談 談來談 我們就跟唐英年 林公公 民建聯 經濟動力 自由黨 這些建制派的人 去談過政改方案 我心向明月 民主黨是不是我心向明月 結果明月就照坑他 熱烈就貼上冷屁股 跟共產黨談判 要有籌碼的 哥哥仔 跟共產黨談判 沒有實力 你怎會用它談判 社民年 公民黨搞五區公投 你給我5月16日 有100萬人去投票 然後支持我們 有80萬 這些就是籌碼 那你才跟他有得談判 你現在口話口陪 找什麼來跟他談判 共產黨 美國佬都還沒害怕 怕你是香港這幫民主派 對不對 希拉里 幾拿策 去到大陸 人權兩個字 都不敢說 對不對 現在大陸的內需市場這麼大的內需市場 蘋果電腦 他出第四代iPhone 中移動幫他一簽 6000萬部 香港讓你賣 就賣30萬部 我們偉大的社會主義祖國 國家經營的通訊公司 中移動 幫我們一簽張合約 就6000萬部 共產黨財雄世大 美國佬都怕了他 這些是白駿最適合聽的 現在是偉大嘛 中國 那就是啊 美國佬都怕了他 中國人民都怕了他 是不是 大佬 貧富懸殊 比香港的 是不是 大陸有13億5000萬人口 我們的人均收入只有3000元美金 香港700萬人 我們平均每人每年的收入超過3萬元美金 多過他10倍